字幕by 由于宇宙 字幕 杨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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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杨森 杨森 字幕 杨森 杨森 大家请问一下你知道西头自然教育人区 跟哪一所学校有关系吗? 台大 台大吧 台大 台湾大型 台湾大型 你知道台大的校地面积 占全台湾土地的百分之几吗? 我不知道啊 對啊 測試不再說好聽 不清楚 十分之一 二十趴 喔 是個數數 我搞不清楚 四趴 I don't know Can I guess? 第三個問題 就是台大實驗林下面 總共有幾個自然教育園區 唉 不知道耶 三四個 好幾個 不知道幾個 應該有好像兩個或三個吧 我覺得差不多十個以後 不知道 兩個字 那我不進去了 唉 剛接訪的民眾都沒能全部答對 感覺我們還是要找一個 西投園區的專家來問問看 前面好像是台大實驗林的副處長 我們去採訪他看看吧 副處長你好 請多願意接受我們的採訪嗎 非常樂意 那請您先自我介紹一下 各位朋友 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國立台灣大學實驗林 管理處的副處長 薇強 今天很歡迎大家來到 西投資產教育園區喔 那我們現在要開始一個 快問快答的環節 好 沒問題 那第一題是 西投資產教育園區和拿手學校有關係呢 那當然就是我剛才介紹的 就是國立台灣大學 喔 原來是台大 是 那請問第二個問題 請問台大的校地面積約 佔台灣土地的幾%呢 本校的面積大概有三萬四千多公頃 佔台灣的面積的百分之一 那其中有0.94%是在 實驗林的校圈內喔 竟然佔了百分之一這麼多 那第三題是 台大實驗林總共有幾個 自然教育園區呢 我們總共有五個 我們分別是 東埔 核設 鳳凰 西投 西投 西下 所以我們總共有五個 自然教育園區喔 恭喜副處長是 第一個全部答對的人 謝謝 謝謝 謝謝處長 接受我們的問答 聽起來副處長對於 西投園區也是非常了解 那可以請您跟我們 簡單介紹一下 台大實驗林的地理位置 還有生態環境嗎 是 本處的 霞區位在南投縣 那我們的總部的辦公室 是在竹山鎮 我們的霞區涵蓋 土谷鄉 水里鄉 跟信義鄉 那我們的管理處的 位在台灣中部 它的海拔大概在 220到玉山 所以它的有一個 這麼大的一個海拔的落差 因此它所孕育的生物 像非常非常的豐富 那另外就是 因為我們在 霞區這個 有這樣的豐富的生物上 所以它非常適合做一個 戶外的環境教育 還有甚至生命療癒 跟一個 國人踏進一個好去處 哦 那中學 台大實驗林的發展 其實有很多年的歷史 記得是從1945年 建立到現在 整個經營的狀況 有沒有什麼改變呢 啊 是 其實我們的前生號 是在那個東京地大 好 台灣演習林 那個是在民國前10年 1902年 那1949年 好 就民國38年 那因為 本校有森林系的 有學生實習的需求 所以我們就向教育部升級 變成一個我們實驗林 一個森林系的 一個戶外的實習的場所 那我們本處還有一個 很重要的四個任務 就是教學實習 學術研究 然後資源保育 跟示範經營 所以我們有這麼樣 多的一個 綜合的一個責任 跟任務 我這樣聽起來 這裡真的是很值得 一來的地方呢 那我們現在所處的是 一個叫做大學池的景點 我們就來逛逛看吧 好 我們就來走一下吧 我們大學池 以前是一個竹木池 其實台灣很多林業的一些 林場 他們都會有一個竹木池 就是暫時竹放木頭的地方 那但是我們現在大學池 大家可以回頭看 我們一個非常漂亮 像彩虹一樣的這個竹橋 那因為這邊是大學池 所以 因為又是 跟我們本校的所相關 所以又會變成一個 非常有名的一個景點 那這個在這個湖上裡面 還有魚 還有這個天鵝還是鴨子嘛 所以就吸引無數的遊客來住主 這是我們一個非常有名的一個傳統的景點 那副署長對於溪頭自然園區 未來的發展有什麼願景或期待嗎 是 我們的溪頭有這麼四五十年的歷史 那我們希望未來可以朝向 所以國際的療癒基地 我們剛有提到有很多環境教育 森林療癒跟這個維持果然健康的這個功能 那另外一個主要方面 我們希望這個園區 將來可以打造成一個低碳的一個這樣 叫園區 因為現在政府希望我們能夠盡量減碳 就算是在這個旅遊業 我們也希望將來上許多的設施 交通工具 或是一些在餐旅應用上 都能夠使用在地的食材 健康的食材 然後能夠也鼓勵當地民眾的先進 那這樣聽起來溪頭自然園區 未來的發展在環境保育 還有森林療癒的方向 都做了很多的努力呢 對 我們另外一點就是說 因為我們有大學的這個社會的責任 我們在附近有非常多的社區 所以我們也希望跟社區共存共榮 所以我們歷來也有推行 像社區林業共榮計劃 尤其我們在新一項附近 有許多原住民的部落 我們這幾年在原鄉部分 竹力非常非常的多 推廣也保存他們的文化 那我們也很期待 未來看到 溪頭自然教育園區的發展 那在我們前進下一個景點之前 可以請副處長 推薦我們一個園區內的必去景點嗎 除了大學之外 那做第二人選的當然就是神木囉 那我們現在來到了 溪頭最有名的神木區 我們請到了娛樂組的惠雅 來為我們做一個導覽 好的 大家好 我是娛樂組的惠雅 那我就帶您到後面來 就是繞一圈來看看了 好 走吧 好 那我就帶您來看看 紅筷的根部部分 那其實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那個紅筷的樹裡面已經是中空了 那因為是腐朽的關係 所以造成它就是倒下來的原因 這樣子 那你看根部其實都已經很多 都已經是腐朽了 那其實也算是一種藝術 你看那個根部的那個形狀 其實是還滿有藝術感的 所以這個畫面看到是它的根的地方 對 根的地方 其實根已經都非常的少 會倒下是因為就是根部腐朽 那已經沒有抓地力 那一有颱風或是下雨 那整個就是倒下去了這樣子 對 那我們再來從這邊來看看 那個附生植物部分 那我們可以在這個紅筷上面 可以很容易地觀察到 就是在紅筷上面 已經有它的新生命 紅筷已經出現了 就是前面正前方的這一顆 是紅筷的幼苗是嗎 對 紅筷的幼苗 那其實不只一顆 滿多顆的都已經 旁邊這個都是 那除了紅筷的新生命再長出來 其實有很多的附生跟寄生的植物 就在上面也很容易可以觀察到 有蕨類枝 還有藤蔓這樣 所以即使這些木頭倒下 就是這塊神木原本很挺拔 然後後來倒下來之後 還是提供了很多生命力給下一代 對 就是生命的延續 也讓這些植物有 有地方可以生長 也可以長得非常的好 現在我們要來解鎖 今天的第一個吸頭任務卡 上面寫了 碳吸純碳會 好難喔 這是什麼啊 還好我有準備好後援 找了一位森林方面的專家 來替我們解惑 那我們現在就是找他聊聊吧 大家好 我是台大實驗林 森林作業組的組長王介嶺 那我們這裡就負責管轄 我們台大這個實驗林的整個林地 那我們從這個小苗的培育到 把成長之後再收位下來 都是由我們這個組是來負責的 好的 那我們首先想問的第一個問題是 在溪投自然人區的經營理念裡面 有一個部分是想達到環境保育的目標 那想問在環境永續發展的方面 溪投自然人區有做了哪些項目的推動呢 那我們在環境永續的部分 森林是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部位 那因為森林它是一個 那個自然解放裡面最重要的 然後它是可以一個固碳的作用 那林木它生長 透過光耳作用 把二氧化碳固定下來 那這個氣氧變遷的主要就是溫室氣體 那溫室氣體裡面一大部分都是二氧化碳 那我們種植林木就會把這個 二氧化碳透過光耳作用 固定在林木裡面 那林木它每年都在生長 那平均在一年的話 一公頃它可以固定十噸的二氧化碳 所以這個可以 如果你種一朵樹 你就可以把二氧化碳吸收在固定在碳裡面 那這樣子的話我們的溫室氣體就不會那麼嚴重 好 那下一個問題是想問 近幾年森林碳會是在環境保育的議題裡面 特別受到討論的一個部分 那想問組長就是 請問到底什麼是所謂的碳會 為什麼會這麼重要 碳會呢就是簡單講 就是把這個像我們錢一樣 就是我們會錢 那怎麼把它存起來 那這個碳一樣 就是它的碳冷的流動 是在整個地球上面的循環 那在空氣中大氣突然 那個水裡面都有 那我們的主要是 目前是因為大氣中的二氧化碳 跟原先工業時代之前的這個濃度 一直往上飆升 所以它就會造成溫室氣體 那碳會呢就是我們盡量能夠把它存起來 像我們現在這個桌子裡面 大概有一半的重量是碳 所以這個木頭是一個自然解封 因為很多的碳會可以碳補作 那如果你把這個碳固定下來之後 固定到這個固態物體裡面 就不會有在大氣中會減少 所以這個就是碳會的主要目標就是說 能夠把這個大氣裡面的二氧化碳 能夠減少 那木頭它就是生長的剛剛講了 它把這個二氧化碳 經過光有作樣之後 固定它在這個樹木樹體裡面 那包括那個庫斯多也圍僵到這個土壤裡面 這個一個是粒碳一個是黃碳 那另外太陽裡面也是有藍碳 這些都是可以把這個碳的碳會 然後儲存在於這個自然體裡面的 那這個碳會裡面主要 我們如果是以森林來講的話 那是靠樹木自己的生長 那所以它如果你樹木種了越多 它就會固定越多 這個是一個碳會的這個情形 就是讓樹木自然來把這個二氧化碳氣收起來 那在剛剛提到的幾個探別裡面 森林保育聽起來是一個蠻重大也複雜的工作 所以現在不只會由政府來負責這個項目 也很需要民間團體 還有一些企業團體的支持跟協助 那其實在西投園區裡面 也有一些企業熱氧鈴你在運作中 想問企業熱氧鈴會是一個什麼樣的運作模式呢 它有什麼樣的重要性 我們推企業熱氧鈴就是能夠由業界的部分 這個取之於社會 用之於社會 他們在賺錢之餘 也回歸到社會來 那因為這個 趙林工作是非常 時間很長 你短至少都要三四十年 然後長可能要百年千年 這個時間非常長 那這個費用也是相當的龐大 那我們有推六年跟二十年期的 那六年大概是一百七十萬左右 二十年期大概就要兩百四十萬 這個一公頃的費用 那企業呢他們就透過說 透過我們的專業 那就是 捐款來 然後由我們負責 培育苗木 然後造林 然後再後續的管理服役 然後再做這個 書法 最後到發財下來的金融 然後再造林這些 這個費用大概都是由企業來捐證 然後由我們專業人來管理這樣子 如果這個 溪頭部分的話 那我們在整個仙林都會有分布的 就依據不同的樹種 依據不同的這個 造林地 這個四地四種來種 適當的這個鱗木 然後增加我們的造林面積 然後為地球金融面積 把這個愛花丹建造下來這樣子 那感謝王組長今天跟我們分享 這麼多寶貴的知識 那我們現在來到這個溪流中央 就可以更明顯地感受到 底下的水其實很湍急耶 對 其實當時會跟台大的 就是團隊一起合作這樣的橋樑 那最主要就是 因為在夏季這個時間 水量是非常豐沛的 那在豐沛的情況之下 就遊客要過這個星期 其實是蠻困難的 而且有危險度 所以我們就想說 那是不是在這個地方 造這一座橋樑 那就可以讓遊客可以安全的 就是左右的可以通行這樣子 那當時的設計理念 其實就是要結合在地的元素嘛 那這邊做的最多就是柳山 那所以這座橋其實是以柳山為主的建台 那來造就是來建設這個橋樑這樣 所以我們腳底下採的都是山木 對都是山木 山木還很穩固耶 就是可以維持這麼久在這個水很多的環境 這個木頭其實還是要做保養的 就是因為這邊非常的潮濕 這邊肉欲就是腐爛 那會定期的做防骨 對 上漆防骨這樣 那這樣在建造的過程中 有沒有什麼樣的困難 那其實他們在 就是在團隊其實還經過調查 那整個生態還有水溫方面 他們是做了很多的調查 跟一起沿山才設計出來的橋樑這樣 那我想有土木系的這麼 就是大家有專業的領域來做 應該這橋樑是非常的穩固 對 有一些比較特殊的設計 讓它可以就是長期的使用下去 對啊 那橋樑因為是銀杏的橋樑 那我們現在這個地方是 就是在橋的最低的地方 那也可以就是觀察到 就是河流這一部分 那其實我們可以再往前走一下 繼續看一下下面的風景 對我剛剛看到附近有很多步道 那我繼續前進吧 那其實這條沿溪步道就是我們在做森林療育的步道 那因為是沿溪 所以可以聽到就是在聽解部分 就是可以聽得到水流的聲音 那其實我們的水流會有分就是比較寬體的 或是比較緩慢的 那它的聲音前是完全不一樣 那你的感受也是完全不一樣 那說到森林療育 其實我們不得不請我們的彭主任 那我們趕快走吧 因為彭主任已經在前面等我們的 好 嗨 主任 兩位早安 兩位早安 那我們今天來這裡是想要了解更多 關於森林療育的內容是不是 我想森林療育啊 它是帶我們人們到森林裡面去感受森林 除了說單獨到森林裡面去感受之外 又或者是有專業的人員 他的帶領之下 用無感的體驗 讓這個人們能夠去體驗這個森林美好的一面 這是五官感受的部分 對 五官體驗的部分 那我們期待就是可以看到更多的 無感體驗的部分 我們就繼續往前走吧 那我們的森林呢 它不僅可以攔截我們空隙當中的一些學術例子 對 而且它會散發出芬多精 那所謂的芬多精指的就是說 我們森林裡面所有植物 它的這個枝葉瓜果 這些它們所散發出來揮發性的方向 現在都可以感受到一些香氛 可以感受到那個鮮甜的空氣 這些鮮甜的空氣其實就是我們現在看到 這些70年生以上的柳山樹林 它所散發出來的 所以這是五官體驗那種嗅覺的部分 是的 那這些由柳山所散發出來的芬多精 它有非常多的這個香氣之外呢 它帶有這個貼類的物質 這個貼類的物質它會可以 扎實我們空氣大陸中的細菌 消毒 而且還可以提振我們的精神 所以它也被稱為我們空氣的維他命 所以我們人們需要常常品充這些維他命 芬多精也是 對環境跟對人類都很有可能 是的 就是聽說就是多來吸頭這邊吸取芬多精 就是可以幫助性達到一個平緩的作用 是的 那為什麼吸頭會想要開始做森林療育這方面的嘗試呢 好像是台灣數一數二早開始做這個森林療育的計畫 我們吸頭有非常好的 一個得天獨厚的環境之外 大家都說我們吸頭有三寶 所謂三寶就是分多精、負離子、還有高含氧 像我們現在走在這條岩溪步道 裡面就是有一條河流 這個水流也能蠻多的 對 所以再加上我們這個森林環境裡面就有非常多的 這個微氣候 它裡面就有非常多的水氣雲狀的栗子 那這些栗子呢 它的表面就帶有負離子 它對於我們人體的新陳代謝 強化細胞 而且可以增強我們的身體健康 所以它是非常好的一個護士 那回到老師剛剛說到有一個 最後一個三寶是高含氧的部分 我們在身體裡面有非常多的空氣 這個空氣呢是高含氧量的 它對於我們人體的細胞可以活化 而且可以讓我們細胞更活躍 所以有很多人來這邊 不管是做有氧運動也好 健身或者是健走 它的一個運動對於我們身體的 這個強化的效果 其實是加倍的加成的 那種困擾化的作用 沒錯 哇 那來這裡真的是可以收穫到非常多的好處 好 那我們接著就是在森林療癒裡面的五感體驗 那剛剛有聽覺的體驗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觸覺的體驗 那我們觸覺的體驗 其實可以來抱抱樹 摸摸樹 那其實這上面有很多的附身的東西 那這些苔藓其實目前也是很舒服的 那其實你可以抱抱它 感受一下就是用你的手來觸碰樹木 那這種觸感你可以感受一下 那也順便可以看看樹木給你的溫度 是什麼樣的感受 好 剛才已經結束了丁姐還有觸覺的體驗 接下來就讓惠雅帶您繼續接下去的體驗吧 好 那我們就在這裡說再見了 好 拜拜 很快 謝謝 拜拜 謝謝 拜拜 好 魏夫 現在有30秒的時間讓你工商一下西投教育園區的交測 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太陽實驗林的副處長 魏強 那我們實驗林西投所屬的自然教育園區 這三年一直是國內 造訪遊客人數最多的遊樂區 那我們今年因為生態教育環境教育的轉型 我們變成自然教育園區 那西投這邊有非常豐富的自然的靈巷 豐富的生物巷 那最主要的特色它的交通非常便利 大概離高速路只有半小時的距離 那我們管理處目前也推非常多的 比如說森林娛樂 森林療育 是一個大家屋外休閒的一個好去處 非常歡迎大家有空來西投走走 好 30秒安利成功 謝謝 那這個地方其實我們要讓你感受一下 就是看你的視覺敏感度高不高 那你可以看一下這個周圍的樹 那有什麼不同呢 不同 對 好像他們的樹幹顏色都不太一樣 沒錯 你的視覺就是非常的敏銳 那可以看到這一棵樹 那其實它非常的紅 那最主要就是會這麼紅的原因是因為 那個松鼠它常常會就是等待在上面 那因為這邊是涼亭 那涼亭的地方常常是有遊客有食物的地方 那它就等在上面 只要有食物它就俯衝下來 就是來回討到這整個樹皮 摩擦了這個樹皮 對 沒錯 就變成紅色 就很明顯這裡的樹跟我們前面的樹 完全的顏色都不一樣 其他幾棵的苔藓都很完整 對啊 這一棵特別紅 所以我們就會常說 禁止餵食就是這樣 你看連樹皮都危害了 對 我覺得這是很好的環境教育 就是要讓大家知道 進來園區之後不要亂餵食 對 沒錯 那我們往前走 視覺其實在森林當中 其實還可以 就是靠我們視覺觀察到 蠻多不同的五顏六色 只是我們到底有沒有靜下心來看 有很多值得看的地方 是 沒錯 那接下來我讓你體驗一下 就是我們的嗅覺部分 來 這個就是我們的柳山部分 那接下來柳山要讓你 就是感受五感裡面的就是嗅覺部分 對 搓揉一下 是會有特殊的香氣嗎 是一個很清新的味道耶 對 那這個柳山其實 在這個地方 柳山它釋放出來的芬多精 那最主要就是有鎮定安眠的效果 對 那為什麼很多遊客來到這裡 就是會覺得回去特別的容易 可以好睡的原因 就是因為柳山有 它釋放出來的芬多精 就是有鎮定安眠 所以會使得他們希望就是一直來吸頭 吸收這些芬多精 讓自己就是有好的免疫力 所以也順便就是讓自己可以一覺好眠 很適合都市的人來這裡放鬆一下 對啊 沒錯啊 有助眠的效果 是啊 它的香氣就是非常宜人 好 那我們就往前走了 好 繼續去下一站 好的 我們可以嘗嘗就是味覺部分了耶 對 那這個是秋海棠 最主要秋海棠在原住民裡面 它其實是有入彩的 那有些人會把它打枝 有些人是這個精 會就是把它處理好之後 做涼拌的動作這樣子 吃起來會是什麼味道呢 好好奇 超級期待 等你嘗嘗之後 你就可以告訴我 你感覺是它是什麼味道 來 可以吃一小段 直接咬著可以 吃吃看 它很酸耶 對 很酸 它是酸的耶 是 沒錯 但是其實我要先講一下 是因為我們知道這個是可以藏 就是可以藏的部分 那其實在野外其實最好如果你不懂 或是你沒辦法確定還是不要吃它 因為有可能會中毒 那最主要是因為我們知道它真的就是秋海棠 是可以吃的 全株都是無毒的 對 都可以入菜的 那其實這個在野外我們其實也常常會拿來 就是生菌解渴 我不知道有沒有 因為它酸酸的吃起來你就會 口水就馬上的流出來了 對 這就是秋海棠 那我們剛剛進行了嗅覺還有味覺還有觸覺跟視覺的體驗之後 其實就完成了我們的五感體驗的森林療癒之旅了 那我覺得這個過程體驗其實滿新鮮的 就是自己來逛山林不會有想要去做這些嘗試 然後嘗試的過程中要一直小細地去觀察樹林 我覺得可以達到很好的放鬆心靈平穩的作用 所以真的滿推薦大家都來吸頭體驗看看 這樣的森林療癒的五感體驗 我們影片的話歡迎按讚 要分享 加訂閱 要來吸頭喔 影片要來喔 掰掰 欸 副秀長 你怎麼在這裡彈吉他啦 下班了啦 就隨便彈彈 平常興趣就是彈吉他嗎 以前是看電影看書 現在就彈吉他唱歌這樣子 在這邊彈吉他配鳥叫聲真的滿愜意的 那可以請您現在現場表演一首嗎 好 當然沒問題 按讚